死了 新的家庭他會說 現在很多可能虐童事件 所以他一定要跟我們問說 你們才能有感激的系統 我們不需要這個 歷代孩子的事情 在我們有一定發生 感激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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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牽涉器的好處 可以在例如說孩子有受傷 或者是他沒有發生爭執 然後事件沒有辦法釐清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透過監視器的畫面 來釐清真相 其實安全的部分是大人想的 這樣應該是要大人的訓練 那大人其實要有 好的一個管理的制度 四過車子在拜天晚上7點半 台灣記事報 9點半 9點半 我客人了 這位我就監視器 為 real contributions